香港传出发生疑似伊波拉病毒的个案 正式为虚惊一场 一名香港女子前往东非肯亚旅游 回到香港之后出现身体不适的症状 优惑人员分析她的旅游史 并没有前往病毒爆发地 也没有接触史 加上该名个案病毒测试为阴性 所以已经让她出院了 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